飞机起飞了 谁要跟着一起飞 待会我来告诉你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 我是品君 欢迎人员投顾的陈学敬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最近盘面上有一个话题 就是解封商机 航空双雄现在飞起来 是不是可以带动相关的观光概念股呢 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的一个盘面上最夯的 就是航空的一个双雄 还有相关的一个解封的概念股 那么为什么这一波的一个 包括这个长龙行华航 这一波的一个股价的一个表现 能够相对的一个系列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 除了包括的一个货运 推升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长龙行 深月份的一个营收 临升将近的一个五成之外 然后包括的一个 迎接这个解封商机的一个来临 那你想想看 除了一个货运 那未来包括的一个客运 那各国的一个解封 都会带动 整个未来他的一个营运 持续的一个向上的一个盘升 所以我们从整个的一个 线性的一个架构来看的话 很清楚可以看到 那么最近的一个 不论是在内资 或是包括的一个外资 那最近的一个柱竹的一个焦点 都在这些的一个 解封的一个概念股的一个身上 我们可以从整个的一个线型架构来看 目前的一个股价 都处在的一个对的一个趋势上 包括的一个十字线 月线季线 半年线年线 都呈现的一个多头的一个排列 并且目前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量价的一个结构 配合都仍然是相当的一个不错 所以像这类的一个股票 我们可以看到 就能够获得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华人的一个青睐 但是反观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很多的一个电子股 以驱动IC的一个联勇来说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一波的一个跌幅 真的是相当的一个重 跌的很惨 对这一波的一个修正的一个幅度 为什么相关的一个个股 不论是面板的一个双虎也好 有达群状 甚至再到驱动IC的一个联勇敦泰 IC设计的一个联花科 甚至到其他相关零组件 被动源圈的一个国具 华兴科 皮液功率放大器的一个 我们冒红杰科跟全新 甚至再到的一个记忆体的一个华邦电 还有南亚科威钢等等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波的一个 这些的一个电子的一个类股 修正的幅度都非常的大 那么我想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当然第一个就是第二季 尤其在每年的一个第一季底 就是过年过后 相对的淡季 对随着一个产业淡季的来临 然后再包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电子的一个砍摊潮 那么持续蔓延到整个的一个PCMV 包括的一个智慧型的一个手细链 还有最近的一个大陆的一个封城 也使得一个供应链 可能会出现的一个断链的一个危机 预期相关这些的一个股票 可能在整个的一个四月份 整个的营收的一个表现可能不如意气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波 比如说以驱动IC的一个联勇来说的话 这一波的一个修正幅度非常的大 但是修正很大没有错 不过它毕竟都已经跌升了 那跌升我认为在这个地方 它有机会出现技术性的一个反弹 但是我还是要再次强调 它只是出现技术性的反弹 因为目前的一个月线季线 仍然是在上档呈现盖头反压 那么甚至上档的一个 紧线的一个压力区的一个位置区 大约是在450块的一个附近 那如果说有技术性的一个反弹上涨上来的话 那对于这些的一个股票 我认为可能反弹仍然是应该要 懂得来找卖点为宜 因为整个的一个 如果从整个的一个产业的一个 景气的循环来看的话 它预计掉到整个的一个第三季 整个的一个旺季的一个需求来临的时候 那么未来相关的一个供应 才有机会 有笔记太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一天 所以可能对于相关的一个股票 我预期在4月5月 可能这些股票都还会 持续主在的一个震荡探底 或震荡主体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想很多的电子股都有这样的一个特色 IC设计的联花科也是一样 这些的一个股价的一个修正都很大 被动元件的一个国具华星科 甚至再到的一个配业功能放大器的一个文貌 所以你会发现我常说 一档的一个主公股 它必然会符合这三大的一个条件 第一个必然会领先趋势做上涨 第二个必然会配合现行的要求 第三个必然会符合环境的意义 那么目前能够符合主公股的一个要件 我想除了航空双雄之外 那么再来包括的一个观光的一个类股 那这些都赢解封的一个商机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商户 今天亮天涨停在创新高 凤凰旅游也是一样 这些的一个股票 今天表现都非常的一个犀利 当然有些的一个股票 在今天大涨之后 当然不是叫大家去追高 那可能短线上再涨 可能短线上会有震荡 但是我们从最近的一个法人的一个动向 跟内外制的动向很清楚 包括这个农粮的一个概念股 全以KY或是甚至包括冬检 或是快塞世纪的一个瑞基 甚至载道的一个电动车 我觉得电动车也可以留意 当然有些的一个股票涨多不要追 但是我觉得像农粮概念股 或是快塞世纪 应该后面还会有一波 但是这些股票如果有拉回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来留意的 那甚至包括电动车的概念股 我们可以看到像车用二级的台半也好 或第三代半导体的一个汉内也好 我想电动车这些都是未来的 一个黄金十年的一个大趋势 我想对于这块有前景的一个股票 都是值得大家 持续来留意的一个焦点 那么如果说有更多的一个第一手的一个讯息 那我也会在LINE的WATK 无视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精彩的分析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资讯的话 记得教老师的LINE跟Telegram 财经急诊室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